而是文殊师利菩萨, 问贤手菩萨言, 佛子诸佛世尊为一道而得出离, 云和今见一切佛度, 所有众世种种不同, 所谓世界众生界, 说法调幅, 受量光明神通, 众会教义法助, 各有词别, 无有不具一切佛法, 而成恶欧多罗三秒三菩提者, 是贤手菩萨, 一诵大约, 在贤手菩萨答复完了文殊师利菩萨这个问题之后, 就在这个时候, 这文殊师利这个大智慧这个妙吉祥这个菩萨, 他又问贤手菩萨又说了, 说佛子, 说佛的弟子, 诸佛师尊呢, 所有师方残世无量无边, 这些个佛师尊, 士除士之尊, 为一道而得出离, 他们都是啊, 用这个一秤的法而出离的, 一道就是一秤, 就是唯一佛秤, 更无余秤, 他们得出离这个三界, 云和今见一切佛度, 为什么我现在看见的一切的佛度, 所有众事, 所有一切的事, 种种不同, 他们都是啊, 以这个一秤的道果, 而出离三界的, 而成佛的, 为什么这个国度也不同, 众事也不同, 种种的不同, 那么都是什么不同呢, 所谓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啊, 就有十种的分别, 有这个燃静的世界, 这个世界有燃的, 有静的, 好像啊, 这个娑婆世界, 就是一个燃物世界, 极乐世界, 就是一个清静世界, 东方就是琉璃世界, 那么这个世界啊, 有燃又有静, 不同, 那么国度呢, 这个世界又有大又小, 这国度啊, 每一个佛呀, 这国度也有大的国, 有小的国, 国度也不同, 那么又有所一, 这个所一的山河大地, 防狼无舍之所一的, 也不同, 这个衣报, 也多数不同的, 那么这个形状也不同, 有的就是黄金位地的, 有的就是琉璃世界, 那么有的就是土, 那么有的就是土, 土石, 为地的, 这个地啊, 也是有种种不同的, 形状不同, 有大, 有小, 大的形状, 小的形状, 形状不同, 那么它的体性, 也有的不同, 有的就是用黄金做的, 有的也是用白银做的, 有的这个世界, 就是大莲花城的, 形状, 体性也都不同, 那么庄严也不同, 它的道场的庄严呢, 每一个佛也不一样, 那么清静, 要有的世界, 是清静的, 有的世界就有佛出世的, 有的世界啊, 在那儿节住, 他住的这个节呀, 是很长的, 有的世界, 又是啊, 有节的转变, 这个体验的转变, 都有种种不同, 那么众生界, 众生里边, 又有种种的众生, 也都不同, 佛说法, 调伏一切众生, 也有种种不同, 佛的寿命, 有的长的寿命, 有的佛啊, 也寿命也很短的, 那个月面佛啊, 就活了一天, 一许, 一日一夜, 成佛了一日一夜, 就入涅槃了, 欢友啊, 有佛, 早晨成佛了, 完全就入涅槃了, 你看, 有的佛啊, 释迦牟尼佛是八十多岁, 入涅槃, 那么, 其他的佛有的, 有无量无量, 那么多的大节, 寿命那么长的, 所以这寿量也不同, 光明也不同, 身同也不同, 众慧, 有的啊, 这个众慧, 人就多, 众成就多, 有的众慧啊, 就少, 也不同, 这个教义, 说教的这个仪式, 也有的种种不同, 这个法, 助, 那么, 这个法的助世啊, 也有种种不同, 各有词别, 每一种啊, 都有不同的这个样子, 无有不具一切佛法, 没有哪一个佛呀, 不具足一切的佛法, 而称, 多了三秒三菩提的, 他不具足这一切的六度万恒啊, 六度, 那么听这个法的人呢, 要记得六度, 第一度是布施度, 第二是持戒度, 第三是忍辱度, 第四是精进度, 第五是禅定度, 第六是智慧度, 你有了智慧, 把一切的愚痴就没有了, 不识就度坚贪, 持戒就度悔犯, 忍辱就度称慧, 精进就度懈怠, 禅定就度散烂, 智慧就度愚痴, 那么最低限度, 你们研究佛法的人, 应该知道六度, 所以啊, 这个没有不具足一切的佛法, 而能成就无上正等正教的这个佛, 是贤守菩萨, 以诵答应, 这个时候啊, 这个贤守菩萨, 就以啊, 这个寄诵, 来答复文殊实力菩萨的问题, 什么问题没有啊, 你再用英文问一问, 他意思问是释迦牟尼佛做铜做铁, 是做金做银是不是, 那你要加上那个轮王, 别人才知道呢, 你要说金轮圣王是银轮圣王, 铜轮王是铁轮王, 要有那个轮王, 那人才明白呢, 你说就当他是变金呢, 银呢, 铜和铁, 那人以为你这问他是不是变金银铜铁, 释迦牟尼佛当然是金轮圣王的, 所有的佛如果他不再修行, 他都可以做轮轮圣王, 他要不做轮轮圣王, 就是成佛, 就成佛了, 金轮圣王所驾着那个, 所坐的那个大的车, 有三十个游巡那么大, 那就是世界上从来没有的, 只有金轮圣王才有那个, 才有那么大的一个车, 三十游巡那么大, 这个车他要得, 要找这个L去给坐去, 他要做一个世界上没有的东西, 那就是那个东西世界没有的, 这一游巡呢, 小游巡是四十里, 小游巡就是十五个Mile, 这个小游巡四十里, 四十里喝多少个Mile, 中游巡六十里, 大游巡八十里, 这八十里是喝多少个Mile, 现在虽然有航空母舰, 开都没有那么大, 母舰, 因为那个飞机可以在那个船上飞, 那个船呢, 飞机可以在船上面飞起来, 航空就是飞机嘛, 母舰就是那个船嘛, 现在这航空母舰都没有那么大, 什么问题, 就是那个清静快乐, 又是常不变的那个地方, 也就是你自己的, 清静, 常乐我静, 常是不会坏的, 乐是很欢喜的一个地方, 是我自己的, 那个地方是非常清静, 是每一个人自己, 每一个人都有你完了, 但是他都丢了, 你要再找回来就是自己的, 看他有多少福, 他要太多了, 那么就可以做几回转轮秤, 如果他一回也不做呢, 那么就可以成佛, 这个你是不是有意思想要去做转轮秤王去啊, 问这个问题, 他要觉得因为是那么高的地位, 是不是没有业报, 多高地位都有他的业报, 你除了成佛尔外, 谈不到没有业报, 但是转轮秤王他是造善业的, 他教化一切的老百姓都是受无戒, 行实善的, 他那个事该不杀生的, 就是不要做转轮秤王好一点, 做转轮秤王啊, 应付不了那么多的太太, 最低限度的有五百个, 你说那多麻烦, 所以不要羡慕转轮秤王, 羡慕, 羡慕就是, 他真好啊, 将来也要做一做, 这叫羡慕。 这个神通, 怎么叫神通呢? 就是你不知道的事情, 知道了, 你不会做的事情, 会做了, 本来你不知道, 你知道了, 这是一个神通, 你不会做的事情, 你会做了, 这也叫神通, 但佛的神通不是这么小小的, 佛的神通, 可以把这个山搬到另外一个世界去, 把这个世界搬到另外一个世界的地方, 把另外一个世界的, 又换到这个地方来, 北边的东西, 它可以换到南边, 南边换到北边, 可以有千遍万化, 妙用无穷, 所以每一个佛的神通, 也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好像打电话, 离得几千万里, 可以说话, 这是人的神通, 但是不需要电话, 就可以彼此说话, 这个就是真正的神通, 好像看电视, 看见这个东西, 知道其他的事情, 不需要这个电视, 也知道其他的事情, 这些都是神通, 分数法昌尔, 法王为义法, 一切无碍人一道出生死, 而选手菩萨, 是众菩萨的一个首领, 文殊师弟菩萨, 向他来问这个佛恩, 都以这个一乘的道法, 而称正教, 为什么他称的国度也不一样, 教化众生也不一样, 这个世界大小人静, 这种种的形状都不一样, 鲜少菩萨, 就答复文殊师弟菩萨这些个问题, 所以说, 他用寄宋来答复, 文殊法昌尔, 说文殊师弟, 这个大菩萨, 佛恩法常常是这样子, 这个法是这样, 法王为义法, 法王也就是佛, 都是用这个一乘的道法, 而称佛果, 一切无碍人, 那么一切的, 圣人, 贤人, 就是菩萨, 升温, 圆角, 一切的圣人, 无碍的圣人, 一道出生死, 他们也都是用这个一乘的道法来聊生死, 托伦会超出三界去的, 一切诸佛神, 为师一法神, 一心一智慧, 力无畏已然, 入本屈菩提所有回向心, 折入师岔度, 众辉及说法, 一切诸佛刹, 庄严细圆满, 随众生行义, 入师见不同, 一切诸佛神, 所有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神相, 为师亦法神, 虽然佛是无量无边的, 可是法神都是一个的, 法神是无二无别的, 所以才说, 释放三世佛同共亦法神, 那么这个一个法神是周边法界的, 那么佛佛道同, 所以每一位佛的法神都是充满法界, 可是还互相无碍, 佛的心也是一样的心, 佛的智慧也是一样的智慧, 都是一样的, 佛佛道同, 心和智慧都是一样的, 力无畏已然, 这个佛的实力, 似无所谓, 已然, 也都是一样的, 没有一点分别, 入本驱菩提, 好像他在阴地所发的这个菩提心, 趋向这个菩提心, 所有回向心, 那么他修这个菩提, 趋向菩提, 修菩萨, 清菩萨道的时候, 他要把一切一切的回向给啊, 这个法界众生, 他发什么样子的回向心, 将来得的这个果, 就是什么样子的, 一切佛在阴地发菩提心, 然后他发种种的愿, 而回向啊, 为众生回向, 所以他得的入师差度, 他发什么愿, 就成就什么果度, 好像阿弥陀佛发四十八愿, 愿他这个世界, 无有重苦, 但受竹乐, 愿他这个世界, 十方世界的众生, 都是啊, 能发愿, 升到他这个果度, 也同受这个乌有重苦, 但受竹乐这种的快乐, 所以啊, 这都是在阴地发愿所成就的, 众辉即说法, 至于佛的法会, 说法教化众生这种的法会, 和这个一切的说法的因缘, 一切诸佛差, 所有的, 这个每一位佛的, 这个佛的差度, 庄严细圆满, 他的庄严呢, 都是非常圆满的, 他成佛了, 就会庄严这个佛差度, 也都会啊, 圆满光明, 随众生行义, 随众生所修行的, 这种啊, 不同的横门, 所修行的, 不一样的修行, 如实见不通, 因为众生啊, 所行的不一样, 所以所见到的这种境界, 也都是不一样, 本来在佛的形界上来说, 没有分别的, 因为众生的心恒不同, 所以所见的, 也各有各的见, 而不一样, 佛差于佛神, 正会心言说, 如实诸佛法, 众生莫能见, 其心一清静, 诸愿结聚足, 若实明达人, 于此乃能读, 那个佛的差度, 在众生啊, 看来是不同的, 但是, 那个本体, 都是一样的, 和佛的法神, 和佛的法神众生啊, 也不能全见, 佛的法神, 就是说法的聚会, 和一切的严属, 佛的严属, 入世诸佛法, 这个种种不同的佛法呀, 本来众生莫能见, 众生呢, 是不能了解的, 其心已清静, 除非是啊, 他这个心, 已经清静了, 也就是啊, 没有那么多的妄想, 没有那么多的烦恼了, 祝愿结聚足, 他一切的愿力, 所发的愿力, 在阴地所修行, 发的种种愿力, 结聚足, 这都啊, 已经聚足了, 已经圆满了, 入世明大人, 像这样子, 他心已清静了, 愿也俱足了, 所以他会有智慧, 有啊, 聪明智慧, 通达无碍, 这种人, 于此乃能读, 在对这个佛的差, 和佛的境界, 和佛说法, 这教化众生, 这一切的语言三昧, 才能明白, 才能见着, 随众生心乐, 既已灭过离, 若是见识别,此佛唯神姑 佛刹无分别,不增无有爱 但随众生心,若是见有处 随众生心乐 这个佛呀,是观一切因缘来教化众生 所以说,随顺众生 也就是恒顺众生 普贤菩萨所发的愿,恒顺众生 普皆回向 那个众生的心所欢喜的 佛呀,就来说这一种法 教化众生 所谓欲令入佛制 先以欲勾签 所以想要啊,令这个人得到佛的智慧 你就要先呢,随顺着我,他所愿意的 来叫我,他所欢喜的 你不能不叫他欢喜 佛就是这样,佛就是这样,他就先给他说什么法 然后,然后一点一点的,让他渐渐的深入 然后一点一点的,令他渐渐的深入 这种夜暴,夜果的暴应啊,这种力量 它是什么,干性 观积斗教 因人说法 因病于药 这叫啊,这叫啊,随众生心 而为说法 若是剑之别 那么,这个众生啊,所有的剑的 识别不同的样子 这其中啊,这其中啊,也是这个诸佛的大微神力的缘故 诸佛的微神力 力量,令众生的不同 众生见不同的境界 佛差无分别 所有啊,十方三世佛的差度啊 本来是没有分别 都是一样的 无增,无有爱 佛的差度 也没有一种增 啊,增恋的心 也没有一种啊 爱恋的心 啊,但随众生心 但随众生啊 的夜果 啊,的力量 如实见有出 像啊 前边所说的这个种种道理 所以众生的见 呃,见呢 啊,他所见到的 完全呢,是不同 这是因为众生的业力不同 那么,业果不同 所以所见的 也是各有啊 不同的样子 所以说的 一世一世皆 所见各 持别 非一切如来 大先之过究 一切诸世界 所言受化者 常见人中行 祝福法入世 于是于世界 所见各区别 以前边呢 这个种种的关系 种种的姻缘 种种的情形 在这个所有的世界上 所见各区别 所见的各个呀 都不同 一切众生呢 所见不同 那么这一切众生 所见的不同 非一切如来大先之国就 这可不是啊 这并不是福啊 一切的佛和一切的这个大先 大先呢 就是佛的一个别名 之过究 并不是佛呀 这个世尊呢 他们造出这不同的 种种种不同的 而弥毁众生 并不是佛的过错 过究也就是过错 一切诸世界 所有的一切一切的 这个世界 诸世界 所应受化者 所应受化者 所有一切的众生 应该呀 受佛法教化的 这样 常见人中兴 常常呢 那么见到 这个 人中兴 就是啊 也就是佛 人中的大英雄 诸佛 法入是 诸佛的法呀 是这样 就是这样 我们修行的 我常常对你们讲 真认自己错 没论他人非 他非即我非 同体明大悲 你不能这样子 不能认自己的错 竟说人家的不对 这是最坏的一种习气